HELLO 求生者們大家好 今天來講什麼是靈敏度 靈敏度分為四個部分 1. 自由鏡頭靈敏度 在人物轉動視角的時候 能夠清楚觀察周圍敵情 或是180度轉身看到背後的敵人 所以靈敏度不能調的太高喔 2. 鏡頭靈敏度 主要用於觀察瞄準 當你開鏡後上下左右移動 可以馬上瞄準到敵人的位置 例如敵人開車經過 你開鏡後能夠跟著敵人的車子走 所以只要調整到適合自己的速度就可以了 今天加德都學會了嗎? 不要忘記還有另外兩個部分喔 我們下集見 掰掰